我和我老婆曾经是那么的相爱 我原本以为我会和她过一辈子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竟然背叛了我的婚姻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竟然会提出和我离婚 我以为只要我去弥补犯下的错误 她就能够原谅我 可是就因为我自己的一时冲动 而毁了我整个家庭 那个时候我和我前女友是大学同学 因为在大学期间 她是我们学校里的校花 所以我非常喜欢她 但是不管我再怎么表现 她都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突然有一天 她竟然和我说 愿意答应和我在一起 因为有很多的男生追求她 她都没有同意 可是有一天 我听我朋友说 她是因为跟她的前男友分手了 才会来找我 但是我并不介意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她 我觉得只要日后跟她在一起 她是用心对我就行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于是就商量着 把双方的父母约出来见个面 当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赞同 可是就在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她竟然为我们家 要了很多的彩礼钱 因为我家条件本身就不好 就因为彩礼钱 她竟然不愿意和我结婚 从而导致我们两个人分手 当我和前女友分手的那一段时间里 我顿时间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爱上其他女人了 因为我始终都有一种自卑感 家里条件不好 我怕再遇到喜欢的女人时 她们还会为我们家要很多的彩礼钱 所以我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走出这个阴影 三年之后的某天中午 我像往常一样去超市买东西 就在这时 突然一面出来一个女人 我推着手推车 竟然撞到了她 连忙过去向她道歉 她却面带微笑地和我说没关系 从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她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于是我问她要了联系方式 我们每天都会像朋友一样去正常地聊天 突然有一天 我向她表白 告诉她 我自己的心意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我 当我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能感觉到她为人善良 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在双方父母的办理下 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家因为考虑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 就没有问我们要彩礼钱 并且她妈妈还给了我老婆十万块钱 作为嫁妆 顿时间让我觉得这个丈母娘非常的好 于是婚后 我们两个人也生活得非常幸福 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老婆就为我们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让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她和我父母相处得也非常融洽 我父母也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可是就在我和我老婆生活非常幸福的时候 我前女友竟然又找上门来 她和我说 到处离开我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 却迟迟找不到我人 直到今天 她终于通过我身边的朋友才了解我 她说 我现在一心只想和我在一起 并且想与我生个孩子 和我共度晚年 我们都知道 男人都是好色之人 受上门的东西谁不愿意要 就这样 我和她在一起发生了关系 我心想她也只是一时冲动 于是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可是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她竟然和我说她怀孕了 逼着我让我和我现在的老婆离婚 我就不断地在哄骗她 给我一段时间 可令我没有想到的 这个女人非常有心机 她竟然把我当天晚上睡觉的裸照 发到了我老婆的手机上 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老婆把手机放在我的面前 我顿时间就愣住了 就这样 我老婆她提出了和我离婚 婚后孩子和钱都不要 她说一分钟都不想和我这种男人待在一起 她觉得我脏 于是我就同意和她离婚了 心想也许放开她 对我们两个人都好 我原以为和我老婆离婚之后 我前女友会和我一起生活 可是就在我和她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她竟然还是像以前一样 嫌弃我家里条件不好 竟然又找上了另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比我有钱 顿时间我才醒悟到 她永远都是一辆关不上门的公交车 都说宁愿娶个婊子当老婆 也不要娶个老婆当婊子 直到现在我才醒悟 可是说什么都晚了 曾经那个爱我的女人已经被我弄丢了 她也不忍不常行 何就问我 她回来 她刚变成了